我们继续来看到在疫苗开打后 卫福部长陈时中心情显得轻松不少 今天还跟记者分享他最近看的电影《末日之战》 里头讲述的情节也是人们被源自于中国的病毒攻击 事后希望透过疫苗来根治 而整个状况跟目前的疫情有几分相似 所以部长希望透过电影看能不能从各层面 尽早想出控制疫情的办法 开完防疫记者会后阿中部长怎么又回来了 《末日之战》没错吧 《末日之战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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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滔滔不绝不断分享近期看过电影 但究竟是什么电影让他这么感兴趣 原来又是汉病毒有关 就是这一部《末日之战》病毒电影 很多现在国家开始在研究这些所谓的一个药物 但现在有一些抗体药物 但也有一些药物在研究 其实是有一点点像这样子 然后这些病毒后来就因为 寄生在这没有用的事物上面 结果想要都跳跳去 人变好 讲述源自中国病毒在全球扩散后 研究员敢工研发疫苗 整部电影情节就和疫情状况类似 因此让阿中部长相当着迷 尤其是里头提到的疫苗 他也一一进行分析 更提到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人着手进行研究 像电影中类似药物 看能不能找出控制疫情的解套方案 下班时间娱乐一下 但电影内容还是和工作脱离不了关系 只能说疫情尚未控制前 阿中部长恐怕都不能松懈 好好休息 记者总和报道